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这么个故事 叫不孕女举报色衣性侵 1980年出生的徐亚 从中国海洋大学毕业后 进入青岛一所院校担任老师 之后 她与青岛一家设计院工程师 谢于全结为抗例 婚后两人恩爱有加 可是唯一的遗憾是 徐亚迟迟不能怀孕 夫妇俩去医院做了检查 问题出在徐亚身上 她患有卵巢闭塞症 医生说 如果治疗效果好 徐亚还是有希望 可以当上妈妈 正因为还有希望 夫妇俩就从没放弃 五年一来 他们去上海北京四处求医问药 最终都没有成效 2014年10月的一天 经人介绍 专治不孕不育症的郝艾勇 引起了徐亚夫妇的注意 网上资料显示 郝艾勇十年47岁 名牌大学医学博士生 拥有专门的网站和工作室 心动之下 徐亚开始了网上咨询 讲起不孕不育 郝艾勇旁诚博引 滔滔不绝 让人感觉她专业扎实 经营丰富 郝艾勇热情的邀请徐亚 前来工作室治疗 然后量身定做 用药计划 以及疗程 几经斟酌半个多月后的11月里 徐亚在丈夫的被动下 鼓足勇气 按图索计 找到了好医生 优生优育工作室 这是一套位于 市南区山东路42号 迎喜院的两室一厅住房 被郝艾勇布置成一派诊所模样 谢于全候在客厅 徐亚入室 接受好艾勇的问诊 以及检查 环顾工作室 墙上也挂满了各种活动 和荣誉图片 好艾勇 殷勤地招呼徐亚坐下 认真听了讲述 检查室 她十分体贴 戴着大口罩 把房间里灯光调按 拉上布帘 让徐亚在一种温馨中 减少尴尬 检查结束后 徐亚当着丈夫的面 夸赞了郝医生的用心 谢于全鼓励妻子 在这里治疗下去 但她做梦也没想到 在随后的2014年12月初一天 她的天空突然地坍塌 那天在丈夫的陪同下 徐亚再次来到了 郝艾勇工作室 一进门 郝艾勇依然客客气气 笑容可惧地迎接了她 谢于全就在工作室检查室门口 不到三米的地方坐着 进屋闭门后 郝艾勇让徐亚 说这次啊 要给她来攻枪灌注治疗 还兴奋地说 只要灌注了 三个月内肯定怀孕 听到这个消息 徐亚毫不犹豫地选择相信她 因为她真的很想要宝宝 她详细描述了这段非人经历 今天是郝艾勇和她的一个助理 一起在房间 第一次疼得特别厉害 郝艾勇会问疼不疼 我说疼啊 然后她就说 那我帮你缓解一下疼痛 接着她就开始摸我的大腿 说这样利于放松 说真的 我当时一点没有怀疑她 就这样 第一天治疗结束了 灌注第二天 依旧特别疼 她给我上了些麻药 灌注期间 她依旧摸我的大腿 然后拿平板电脑给我 说里面有A片让我自己看 我当时疼着都不行了 哪有心思看那个 就放到一边了 接着她就开始把手伸到衣服里摸我的胸 我说干嘛 她说是为我缓解痛苦 说灌注的人都是这样的 因为有助理在 我也就相信了 第二天灌注完 她说给我上药 我也不懂怎么上药 就说行 然后助理就出去了 因为我躺着 前面有个帘子 根本看不到她在干什么 我紧张了问她干嘛呢 她说要用羊具上药 说所有人都是这样 要我放心 我真又相信了 第一周期的最后一天 我还没能幸免 我拒绝了 说不上药了 可是她说上药好得快 你想半途而非吗 然后又开始了 假的生殖器 塞进我身体的这种上药方式 但是那天我感觉到 和之前有点不一样 就这样 猜测中 第一周期结束了 其实从第三天开始 徐亚就有点怀疑好爱用 她加了几个 也在此接受贯注治疗的姐妹的QQ号 试着询问她们 有没有相同遭遇 那指她们说不仅有 而且甚至比虚亚有过致而无不及 了解到这些 虚亚的心里很难受 但她不敢对丈夫说 毕竟好爱勇灌注了三个月内 肯定怀孕的诱惑太大 她还是近日头皮继续治疗 第二周期中 我没看错 就是她这个色狼好爱勇 用身体进入了我的身体 我当时就翻脸了 问她这是在干什么 她不要脸的说 很想我 说不知道为什么 对我有一种放不下的感觉 我说你再这样 我就喊人了 她这才停下来 一种奇耻大乳压顶而来 徐亚即刻要爆发 可她不敢 不是不敢对眼前这个色狼 而是她最爱的丈夫 就在三四米之外的客厅 万一丑事被她知道 该是一种怎样的尴尬 又如何化解 徐亚的牙根咬出了血 只能做到一点 忍 她抢坐镇顶结束治疗 然后拉了丈夫 陶夜市的撤离 一路暗中泪流不止 回到家中 徐亚终局整不住嚎啕 大哭起来 谢渔全手足无措 非常联系地望着妻子 忽然她想起什么 蹭蹭地跑进厨房 十多分钟后 一碗香气扑鼻的番茄鸡蛋面 端在徐亚面前 徐亚失控地将一碗面条 横扫在地带上 顿时地带上花花绿绿的一堆 冒着热气 谢渔全没有气恼 转身拿来抹布和拖把 一边清理 一边轻声地问妻子 要不换个口味 我再给你炒一份羊粥花饭 很快的 如果此时来一份倾盆大雨 徐亚肯定会好受一些 但谢渔全却偏步 以管得温柔体贴 让徐亚转而好角 你为什么不对我发火 你为什么不骂我 谢渔全愣了一会儿 眼睛一朝 上前将妻子紧紧搂在怀里 平息她的抖动 在她耳旁轻声炫慰 我知道治疗过程一定非常痛苦 让你太吃亏了 如果你受不了 我们还是放弃吧 没孩子 我们照样也能好好过一辈子 丈夫的话 让徐亚哭得更是一塌糊涂 事业 当天夜里 睡前 徐亚在浴室里洗漱了很长时间 仿佛要冲洗一个世界 半夜里 徐亚几次在噩梦中惊醒 惊叫道 不要啊 不要啊 吓得谢渔全再也顾及不了什么 将妻子搂紧 徐亚在她怀里痛苦地啜泣起来 类似情形已连几天夜里复眼 徐亚终于有气无力瘫倒 在丈夫的要求下 她指的请休病假 白天谢渔全上班 徐亚独自在家 百无聊天中 她打开电脑 情不自禁地点开了里面的照片夹 一张张两人在全国各地旅游的合影 她能一一说出当时的情景 此时 却将绽放的烟花 灼伤了她整个的身心 她还有写日记的习惯 基本拾路了两人的恩爱点滴 此刻泛于那些温暖的文字 化作泪水 无法释放心中的沉重 长时间以来 谢渔全的爱 让她产生一种荣耀 这个始终把自己当作绝对忠心的男人 是自己此生的最爱 不过她回报给了她所有女性的柔情密意 让她也一直觉得 去了她是这辈子最对的决定和最大的幸福 前到深处 她决定兑现妻子的职责 生下一个两人的爱情结晶 可不知意外出现 而且这条求子之路侃侃可可 一路五年 尽管谢渔全轻描淡写 但续牙感觉得到 丈夫内心在期盼 谁知在这个节骨眼上 出现这样的意外 自己不能生子 又被人性侵 是一个拖累和容易遭人嫌弃的女人 如果真爱丈夫 就主动选择抽身 还爱人一个做爸爸的机会 这份痛苦在心头埋藏了三个月后 虚雅决定向丈夫摊牌 当着她的面 刘志磊说出了这段背轻事实 然后亮明了分手的态度 谢渔全目瞪口呆 迅即 他被一种空前绝后的愤怒占领 他怒吼了起来 什么 好爱勇 原来是个大色狼 我要去宰了他 说着他就要冲出去 但被虚雅死死拦住 他哭着说 你还嫌我名声不够好吗 何苦再去弄臭自己 徐雅还寻寻善诱 他并未留下任何证据 又凭什么去向这个衣冠禽兽 讨还公道 谢渔全止步了 转身将妻子紧握在怀里 充满歉意地说 我太大意了 这段时间就觉你不大正常 却没聊到 你已经承受着如此气质大处 我应该主动问你 你也应该早点告诉我 让我一起来和你面对于分担 从引擎揭开 那瞬开始 只要有机会 谢渔全就拉着妻子的手 半拥或者全拥着他 情语绵绵 逐渐消除他条件反射般的抵触 他一再强调 妻子是个被动无辜的受害者 要一步步减轻他心中的罪孽感 而陪着他 渐渐回到同仇敌忾的轨道上来 最后 两人发出共同的心声 夫妻俩要联合起来 不能让好爱勇逍遥法外 推敲来回 谢渔全觉得有两条最有力 也切实可信的反击之策 其一 让妻子将治疗受辱过程写出来 然后寄给青岛卫生监督部门 去举报无德医生的恶行 但那样势必要公开自己的隐私 弄不好让人生败名裂 其二 想办法找到其他愿意举报的受害人 结成一个受害者同盟 然后铁板定定 将好爱勇送入劳务 权衡再三后 谢渔全决定 先执行第二个方案 前往好爱勇工作室进行暗访 但是旭亚真的不愿再踏入这个罪恶之地 甚至提到好爱勇这个名字 他都会有呕吐的冲动 谢渔全善解人意 主动请您说 我去 他现在不一定认识我 我去取证拍照 2015年5月的一天 周末 好爱勇工作室人满为患 谢渔全悄然到达 他在仔细观察 细微地感受着每一个患者从工作室出来的表情 符合心中条件的 他就用手机无声拍下 这天下午五点多 谢渔全突然发现 有一个河南口音的女士哭了出来 门口没人陪同 谢渔全上前主动关心她 那女子见得陌生 抹泪要离开 谢渔全不放弃 跟着她来到楼下 轻轻拉住她的手背说 请你相信我 我是一名患者的丈夫 我妻子也可能遭遇到和你相同的情况 请告诉我 我们一起来对付她 是不是好爱勇把你怎么了 此话一下子痛开了对方的伤心处 之间的边哭边点头 苦得更加厉害了 说自己慕名而来 竟碰到这样无耻的色狼 谢渔全悄悄打开了手机录音 河南女士说 进入屋子进行弓枪灌注室 几分钟后就感觉不对 她坚持大喊着要好爱勇开灯 她发现好爱勇身色慌张 再提着裤子 一时间她什么都明白了 河南女士越说越激动 她是坏人 但我真的不想让我丈夫知道 我怕她受不了会杀了她 可等谢渔全提醒对方 留下电话号码时 河南女士警觉的急速离开 谢渔全没有放弃 此后历时数十天 她不间断地去好爱勇工作室取证 越来越发现 好爱勇身披白大褂外衣 内心彻头彻尾的肮脏无比 谢渔全调查中了解到 好爱勇所谓的攻枪灌注 都是需要她亲自进行 操作中 她通过帘子等遮挡物 借机实施性侵 大多数人一开始都不知情 有的人在发现她的可耻行为后 立刻挣脱并与其理论 但她总是采取满口否认 简直说自己在实施治疗 很多患者因为害怕 也像当初的许雅和那名河南女士一样 不敢告诉家人 收集了一些相关证据后 为尊重当事人的隐私 谢渔全和许雅 主意征求了他们的意见 希望他们一起来揭发好爱勇的罪恶心境 可是两人遭遇到了天大的困难 由于保全名声和家庭的考虑 他们宁可选择隐忍 而不愿意将痛苦公开 鼓掌难鸣 难道只能选择放弃吗 谢渔全和许雅都感到极度不甘心 谢渔全说 与其先要求别人 不如从自己先做起 他鼓励妻子进行第一套方案 写出自己的屈辱 然后举报 丈夫给了徐雅勇气 他颤抖着手 连日连夜在电脑上写了自己的遭遇 洋洋洒洒数千字 字字看来都是泪 然后 他们真名实姓 投诉到青岛市卫生监督部门 但一段时间过去竟没有任何回音 时间转眼到了2015年10月 夫妇俩再也坐不住了 而且心中的愤怒逐日渐长 2015年10月12日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一篇名为 微博大V医生好爱勇 性侵不孕不遇患者的常微博 忠于呼啸而出 见止无德医生好爱勇 惊爆网络 令夫妇俩大感欣慰的是 他们的勇气赢得了网友们的称赞 也赢得了数十名女同胞的响应 有受害者跟着挺身而出 以同样的遭遇来揭露好爱勇的罪恶行为 微博发出三天后的2015年10月15号 青岛市卫生局卫生监督局 立即着手调查好医生忧生忧郁工作室 但这里人去楼空 郝爱勇去向不明 借着青岛市公安局 市南分局刑警介入了调查 警察 郝爱勇生于1967年 山东宾州市人 研究生学历 毕业于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 曾在部队上从事医疗与优生忧郁的临床教学科研工作20年 是优生界推广示范性课题 全程优生与新生人口先天素质研究的申请人与主持人 中国优生科学的执行主编 华东优生协会秘书长 郝爱勇的个人粉丝达19万 对郝爱勇倡导的攻枪贯注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生殖内分泌教授贺廷复介绍说 攻枪贯注疗法实际没有多大意义 青岛市卫生部门进行了认定 郝爱勇持有行医资格证 但青岛市卫生局卫生监督局尚未查询到 郝医生优生优育工作室的职业资格 也就是说郝爱勇的工作室并非医疗机构 10月17日 郝爱勇因涉嫌强奸妇女罪 被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区刑事拘留 11月18日 青岛市市南区检察院以涉嫌强奸罪非法行医罪 对犯罪嫌人郝爱勇依法批准逮捕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郝故事说到这儿就告一段落 故事中犯罪嫌人郝爱勇为使命 同样是网络咨询背景下引发的医疗被害问题 这个故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不久前 因百度搜索找到的普天系医院治疗 而最终去世的魏泽系 本次故事被害人虚雅 也是看到网上资料 才认定郝爱勇是一位专业扎实 经验丰富的医生 并把自己的孕育希望和身体 一并托付给了他 只可惜呀 所托非人 不仅所谓的攻枪贯注 是一种未经正式的疗法 而且还遭到了这名色狼医生的性侵 好在许亚在丈夫的支持和帮助下 勇敢地站了出来 和其他遭受同样经历的患者一起 搜集证据 揭露了好爱勇的罪行 使其受到了应有的刑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